在许多电影里 男主角特别需要一辆车时 路边总是恰好有这么一辆无人看守的黑风车 可是 这种铁丝翘车门两根岛形搭电的做法 真的能把别人的车成功开走吗 那自动开面会 就联合试制车学院 给你讲讲汽车防盗的那点事 假如你是技术高超的江阳大道 想偷一辆还在用机械锁的老车就太容易了 找一根细体丝 把一头弯成一个圆圈状 顺着车窗的缝隙伸到里面勾起车锁把手就能打开车门 如果这辆车还没有发动机电子防盗 就完全可以在方向盘下面找到两根启动电机的电源线 通电之后就可以随意开走了 20年前 大街上的大多数车型都能这么开走 但是现在的汽车不仅有发动机电子防盗 方向盘锁 ECU等多重防盗措施 连车窗都密不透风 别说铁丝 真都塞不进去 又是你非得硬上 这还非得射干嘛 这又拿着锤子 光脑给砸开了 拿着就跑 普通驾用车都有遥控钥匙 原理就是向中控门锁系统发射无线内信号 早期的遥控钥匙和门锁使用同一组固定密码 对上了就能开门 这种钥匙很容易被专业高手复制 所以现在的遥控钥匙 基本上都是安全性更高的跳码式 呃 不是那种取超跳码 这种钥匙除了有ID验证 还加了一组滚动密码 你按一下钥匙 密码就按规则变化一次 就像你滑卡网购时 手机收到的动态验证码一样 每次你按开锁键 都等于在用新钥匙开车门 可是 假如有高人利用中控锁漏洞 路上密码再打开你的车门怎么办 放心 这也开不走汽车 毕竟 没有电子钥匙 发动机对不上号 汽车只会响起警报 万一真有一位室外黑客 能破解这一切 他干嘛要偷你这两把手破车 不过你还是要小心 因为偷车贼虽然开不走你的车 但他能拿走你的包啊 当然 如果偷车贼下定决心 一定要搞到你的车 他还可以这么干 下周到地里人超 喂 我们不是在说如何防盗吗 所以啊 最省心的办法 就是把车停在有人看管的停车场里 和丢车相比 十几块钱停车费算不了什么 还有别把贵重的东西放在车里 一般的汽车玻璃说砸就能砸 修起来也不便宜 对 孩子也不行 还有如果没停在固定车位上 最好给车买上倒墙写 对了 今后有车联网的汽车越来越多 车主用APP就能在远方解锁上 所启动发动机开空调定位 但是你能远程控制 黑客也能入侵你的账户 破解汽车开回家 所以防盗一方面靠科技 更重要的 还是靠自己 想第一时间看这么多有趣的视频和漫画 快来关注试之车学院吧 啊 氛囧 ' transformative